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0号在接受英国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他极有可能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 不过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他与金正恩可能再次举行会晤的时间和地点 特朗普对路透社表示朝鲜已终止了河岛试验 他相信朝鲜已为无核化采取了一些具体举措 他还说自己同金正恩关系很好 自2017年1月就职后特朗普就面临着朝鲜问题的挑战 他似乎对自己的工作成绩颇为满意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仅在朝鲜问题上工作了三个月 而他的前任们已经在该问题上工作了30年 特朗普说我阻止了朝鲜的河试验 我阻止了朝鲜的导弹试射 日本机动不已未来会发生什么呢 谁知道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特朗普称赞今年6月与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会晤是成功的 甚至称朝鲜不再构成和威胁 特朗普在采访中还称他同金正恩化学反应良好 我喜欢他 他喜欢我 我和金正恩关系很好 当被问及是否会再次与金正恩会晤时 特朗普说我们很有可能会这样做 但我只是不想发表评论 他没有透露会面时间和地点的详情 本月18号 朝鲜劳动新闻曾发表署名评论文章 呼吁特朗普不要受制于美国国内反对势力 因为打破当前朝美关系僵局 推动双方关系改善下定决心 果断采取行动